这个男孩好会装 老师给他可乐 他摇着头却上了手 老师追出去 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抱着可乐的孩子 带着大家 一跃跳下黄土坡 荡起漫天的尘土 从北京来之交的夏老师 站在台子上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不过这只是个开始 回到办公时 本校唯一的老师张美丽 在脸盆里给夏老师 接了浅浅一弯水 让纷针扑扑的他洗把脸 夏老师手伸下去 愣了一下 水太少 刚要抬起头又迟疑了 他立马明白 这里太缺水了 夏老师洗过的水 又为美丽端出来 给学生们洗了一遍 最后还要拿来卫生口 出来扎到的夏老师 金鱼这里的方方面面 与此同时 他也时时刻刻 都在带给张美丽惊讶 比如透顶的帽子 像家玩一样的维生素 还有那些不能用水洗的衣服 张老师 你要洗衣服 怎么跟我说一声啊 说啥嘛 你带着个娃 正天天醒酷点 以后啊 你的衣裳 我都给你保了 我这衣服是不能用水洗的 我告诉你张美丽 捡换我的东西 不捡换我的鱼匙 你不认斗 你天天没有 这些由于认知差距 带来的矛盾 对张美丽来说 都不重要 在她眼里 夏老师是北京来的 她所学所懂 要比自己多得多 能带给孩子更多的知识 更开阔的眼界 在课堂上 美丽将千里迢迢 念成千里糟糟 翻说爱填指头 这些错误和不好的习惯 都被夏老师指了出来 美丽没有懊恼 面对孩子们 齐刷刷看向自己寻求答案 美丽告诉孩子们 都听夏老师的 对美丽来说 只要能给孩子们 带来知识 其他都没什么 而夏老师 就是那个 能给孩子们 带来知识 改变命运的人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 夏老师已经为孩子们 带来了 出几本数学外的 英语 音乐 美术等课程 甚至 她还提到了电脑 但这里的恶劣环境 也着实让夏老师 有了退却之意 为了留住夏老师 美丽承担起了一切后勤 她上忙修屋顶 帮夏老师洗衣服 给夏老师做饭 甚至把电脑 也记在了心里 当夏老师喝不惯 这里的眼尖水时 她会带着孩子们 一起去镇上 捡满满一袋橘子皮 给夏老师熬水喝 有矛盾了 也会强忍泪水 就像她说的 夏老师 只要你高兴 那咱的都成 然而这样的生活 并不是鼓鼓士气 表表决心就能适应的 尤其是在 还有退路的时候 夏老师的老公 从北京来找她了 经过老公一夜的 苦口婆心 夏老师准备回去了 美丽第一次 和夏老师红了脸 背对着夏老师 美丽说道 祖三求你了 夏老师留下了 面对老公的不解 夏老师无法解释 一番之间 对卖忙的爆炒之后 老公一个人走了 夏老师转过头 挤出一次微笑 给了孩子们和美丽 没过多久 夏老师怀孕了 美丽催促着夏老师 赶紧回去养胎 在美丽心中 能有个孩子 才算是女人 夏老师没有回去 在先生将孩子打掉后 就又跑了回来 他说没什么 自己还没做好 要孩子的准备 美丽看着回来的夏老师 又爱又恨 他背起夏老师 嘴里数落着 心里心疼着 两个女人 眼泪扑哧扑哧地流下来 他将夏老师 当成月子照顾 怕冷怕热 端吃端喝 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 夏老师早就看出 美丽和学生王大和的 爸爸方艺元 有着一丝 暧昧的关系 方艺元为人和善 爱耍嘴皮 但妻子性格颇浪 对方艺元非打鸡骂 方艺元在和美丽的 接触中健身好感 两个孤独的灵魂 在一起互相取暖 他们时常在镇上优惠 但方艺元的软弱 和美丽的逆来顺受 使他们都不敢再进一步 夏老师鼓励着美丽 去找方艺元 在夏老师心里 既然相互能给对方慰藉 那就应该努力在一起 美丽想把一些最好的 都给孩子 他想向上提了买电脑的事 向上几斤斟酌 东平吸收了三千 给了美丽 但还是不够 趁着村上的大户 赵老板给母亲半寿 美丽带着孩子们 穿着戏服 想让赵老板捐赐助教 软磨硬泡不行 两人最终还是红了脸 赵老板让美丽把酒干了 就把电脑的事硬沉下来 美丽没有犹豫的 拿起瓶子边喝边笑 边喝边秃 周围的人都看着 有人心疼 也有人心酸 电脑买回来了 看着高兴的美丽 但又想起昨晚醉的 颠三倒四的美丽 夏老师心里有千斤重 在这样封建的农村 一个人太苦 美丽将自己的所有 都不管不顾的奉献给孩子们 但孩子们终究会走 他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呢 在破败的篮球场 夏老师用最严厉的语气 劝见美丽要和放映猿说清楚 既然要在一起 那就明明白白的在一起 让放映猿去结束 他那失败的婚姻 美丽想掏 却无处可掏 人这一生 总要有那么一次 为自己的奋不顾身 结果夏老师给他篮球 不管近与不近 都该出手了 第二天美丽却找了放映猿 坐在局促的小屋里 仅仅只是谈论了一下 就好像一切都成功了 两个人你笑完我笑 笑得控制不住自己 但脸上的折子 却倒进生活的沧桑与无奈 秋自然也是没头进去 一年了 夏老师的指教生活要结束了 经过这一年的相处 美丽感谢夏老师 给这穷乡屁壤的孩子们 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 夏老师则佩服美丽的坚韧与无私 她要带着美丽去北京看看 他们在坡上走着 孩子们在干涸的河道上送着 美丽走一路喊一路 希望孩子们别送了 但孩子们铁了心 要一路送下去 美丽不忍心 丢下行李 跑下河道 孩子们迎面跑了过来 美丽舍不得孩子们 对着夏老师说道 到了北京 北京真大 北京也真好 但北京还不属于现在的他们 在游乐场 有人让王大和学驴叫 王大和学了 美丽生气的将孩子们都叫了出来 她再也忍不住了 她训练孩子们的同时 也在反省自己 眼泪扑哧扑哧的掉了下来 物质的贫穷 本质上是不会让人感到难过的 但基于物质贫穷而造成的地位差异 以及尊严丧失 才是刺穿人们内心铠甲的一把利剑 此时的美丽正被这把利剑狠狠地刺着 她看到的不仅仅是高楼大上 她也看到了这群孩子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一路时刻都会有人掉队 这一路更有可能全军覆没 她恨自己不能给孩子们带来更好的教育 不能给孩子们更多的守护 她只能满眼含泪的 一遍一遍的给眼前这些落在后面的孩子说好好学习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花生也只有这一条路好好学习 但对于这些孩子来说 即使这条路他们也只能光着脚走 在领略了北京的繁华之后 美丽要走了 夏老师希望美丽能留下 早早地帮她联系了工作 美丽搓着手低着头 心心念念的还是孩子们 她留下了孩子们就放羊了 所以她拒绝了 夏老师说 你们走了我会想你们的 美丽回道 想我们就去看我们吧 夏老师寒着泪说 那个地方不会再去了 是啊 对夏老师来说 那个地方除了无尽的黄土 还有什么呢 有美丽 有孩子们 但这些只能让夏老师看着心疼 一年的支教 她所带去的也只是昙花一现 她什么都改变不了 最终也只是感动了自己 美丽回去了 她去见了放映员 给放映员带了城里人穿的西装 换衣服的瞬间 美丽看到放映员身上的伤痕 两人抱在一起相互依偎 放映员说 再打两次就离了 但美丽只是心疼眼前这个男人 她不再失望得到什么 一拖着夏老师的关系 美丽给乡里 带去了五万的土豆收购款 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土豆收购 美丽趴在车厢的土豆堆上睡着了 睡得很香很甜 也终于没有意识到车祸的到来 她躺在病床上 夏老师来看她 奄奄一息中 她希望还有下一辈子 下一辈子能为自己活一次 能好好爱一次 但这一辈子就给孩子们了 夏老师眼眶湿润 想劝慰 又不知如何是好 她岔开话题问美丽 和赵老板喝那瓶酒食 为什么笑 美丽说是笑里藏刀 夏老师再也忍不住了 泪流满面 这还是原来那个美丽 还是那个说千里昭昭的美丽 还是那个无思无畏的美丽 一阵风吹来 吹起雪白的床带盖住了美丽 美丽走了 同时也带走了和放映员无疾而终的爱情 也带走了孩子们最美好的时光 夏老师来到学校 像孩子一样跳下土坡 刺刺的滑了下去 或许只有滚了这破绳厚厚厚的黄土 才能真正读懂 扎根着黄土高坡的美丽 方语员坐在空旷的篮球场 一个人放映着电影 画面中只有那所破败的乡村学校 这座学校就是美丽的一生 她渴求用自己的一生 去照亮里面的每一个人 但现实却抱与她痛苦的吻 这座的花和地平开了 学校的和大家的孙子再见 这座的老师回不来 非诚要学孤单呗 这座的大学 感谢观看